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报告 敲响我国教育警钟 报告点出我国学生学习时长和表现 远远比不上邻国 将近13年的在校时间中 真正学习时间只有不到9年 数理和阅读能力也不理想 学前教育准备也不充足 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副总秘书吴亦隆认为 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确影响了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 教师面对过多的约束 加上缺乏长期培训 因此能力停滞不前 我国实现近乎全民初等教育目标 学前班和小学的入学率都偏高 不过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 对比人均收入水平相同的邻国 我国学子的表现并不理想 报告点出 我国学生在学校并没有充分学习 平均在校时间长达12.5年 但是实际学习时长只有8.9年 远远不及新加坡 也低于教育支出比我国少的越南 我国学生在数理和阅读方面的表现也不理想 只有41%的学生数学掌握达到了熟练程度 截至小学五年级也只有不到六成的学生阅读能力达到熟练程度 虽然将近百分百的学童都上过学前班 但还是有超过两成的学生缺乏小学入学的准备技能 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副总秘书吴亦龙接受本台的访问时表示 虽然无法确定世界银行的数据收集有多广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确导致学生的学习时间减少 至于阅读能力不足 它以滑小作为例子 方块文字的确比较难掌握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 手机和社交媒体大大影响了学生的阅读能力 世界银行认为我国学生表现不佳 主要是因为优质学前教育的机会不足 在吴亦龙看来 幼儿园等学前教育 应该专注培养小孩的学习兴趣和态度 但显然很多学前教育 在这一方面都没有做足 很多的可能学前教育 在某一方面 他们很给予很多学术方面的那个 那这个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的这个把描助长 所以不是每一个小孩子 他一开始的掌握能力很好 所以一开始我们给他比较难度高的一些学习的话呢 反而对他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一个挫折感 学前教育呢 我觉得主要是在那个让他们整个学习态度 跟对学习兴趣的这个培养方面 我们需要更加注重 所以当他入到小学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的态度可以决定他在课堂上的一个表现 另外世界银行的报告也点出师资能力不足 加上教师的缺勤率偏高 也是导致学生表现不佳的原因 报告指出2018年 我国只有不到三成的英语教师精通英语 虽然到了2020年增加到35% 但是教师需要更多更好的资源 才能在课堂上有效发挥教学作用 吴一龙认为 我国教师不只缺乏了极其重要的长期培训 来提升知识和教学能力 还要面对各种约束 以及和教学毫无关联的各种工作 教师在整个过程里面 教学过程里面就缺少了一个教授 可能说是所谓的自主性 比较多的限制 就很难让老师教师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他们还需要身兼多职 负责很多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文书工作 输入一些资料的工作 这个就是让老师的专注力 对这个教学的专注力 没有办法可以进行到百分百 除了必须提供长期培训 吴一龙强调 教育部更要照顾好教师的心理健康 他相信大部分教师缺课都是必不得已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要调整好自己的心理 好好面对学生 一个教师他的心理状态不好 他对于整个课室里面的 二三十个学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一个情绪好的长官 情绪长官很好的教师 他可以带来学生很多的那种欢笑 学生的学习 也因为这个正面很开朗的教师的教学 让他们会喜欢上这个学习的 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师的这些经验告诉我们 吴一龙说我国大部分教师都非常有热忱 教育部必须让教师有更多的自主权 以更正面的心态去享受教学过程 这对教师和学生是双赢的局面 而要让孩子学习进步 自然不能够只靠学校和教师 吴一龙提醒父母应该全力配合校方 其中就包括要控制孩子使用手机和面对荧幕的时长 也不要过于宠溺孩子 只有经历过一定的磨练和挫折 孩子才能够真正成长 拥有更高的抗压性去面对一切 八度空间林晓彤万达正报道 致有更高的地方